写作单元总介绍 本计划共有写作单元6个 其中单元1到单元4是一个组合 而单元5、单元6是另一个组合 在单元1叫做早词练习 给子律一个词语,例如乐字 要组成快乐、音乐、中乐、西乐 越多越好 在单元2叫做句子确写练习 例如 花猫捉老鼠 这个句子 原来我们可以把它确冲 我们可以改为 在晚上 敏捷的花猫 经常在厨房 捉贪吃的老鼠 这个句子是由于增加了不少词语和短语 不断扩充 写作单元3 是 巨群写作 我们可以鼓励子女围绕着某一个话题 来展开写作 写几个句子 例如他说他很喜欢看 福尔摩斯的偵探小说 他可以写几个句子 例如我喜欢看福尔摩斯的偵探小说 在故事中的福尔摩斯 他是善于观察和分析 任何复杂的案件 在他追查底下一定会水落石出 因此 我希望将来也做一个福尔摩斯 一个很简单的句群 就已经写成了 写作单元4是片段的写作 可以将单元写作的练习 继续确充 成为一个片段 但也可以独立去写一些不同的片段 例如 圣诞联欢会 你的子女可以运用记聚手法 或者是说明手法 或者是描写手法来写圣诞联欢会 当然 如果他能够运用在阅读一到阅读六所学的阅读策略 例如 时间线索 空间线索 标示词语 说明顺序 描写顺序 以及记序顺序 这些线索来写这个片段 就更加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将学 阅读和写作 可以能够是互相结合 我们的家长应该经常鼓励你的子女 就是 运用写作单元一 和写作单元四 这四个单元 从字 词 句 段 不断去练习写作 做完之后 我们就叫做 学习的延伸 家长可以请你的子女 是高声将他所写的 句子 句群 或者片段 将它朗读出来 而你呢 家长 就是你的子女的 第一个读者 你一边聆听 你一边表示 欣赏 和鼓励 肯定他所做出的努力 而 你的子女在 确句 写句群 和写片段 这几个练习里面 只要能够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写作 我们已经觉得 是功德圆满 至于在课阅里面 所出现的 错别字 或者句子 不是太通讯 这些我们暂时可以包容 包容 等将来才能慢慢改善 所以 我们应该在这个 货业里面 尽量鼓励你的子女 勇于写作 使他们的思维 能够 思如全涌 达到我们的写作目的 另外 那一组 就是 写作单元5 和单元6 这两个 单元都是网上的游戏 在写作单元5的游戏1 主要是确具联集 而单元6的游戏2 主要是具群的排列 其实 这两个游戏都是将 在写作单元2 和单元3所学过的策略 将它重新通过电子游戏 来加以演绎和温暂 使它能够通过 网络的游戏 多姿多彩游戏 能够不断巩固 它所学的东西 因此 我们希望你家长 鼓励你的子女 每天都定时上网去做 这些游戏 这样就可以 令到他们的学习得意 更加巩固 好了 总括来说 我们这6个单元的 写作联集 其实我们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巩固 你的子女的最基础的 写作的能力 他们的写作能力 只要一旦得到巩固 他们的写作 水平就得以提高 所以在我们的 实验的结果里面 我们看到 不少同学 实验后的测验 组织词语的量 比实验前多 而那个确据的 练习 他的句子的长度 比实验前 是长的 而作文的 写作的篇幅 和作文写作的内容 比实验前 是多的 因此 我们这4个 写作单元的 练习 再加上网上的游戏 实实可以能够 帮到你的子女 提升他们的 写作能力 当然 我们也希望加上能够记住 做写作 练习的同时 不要忘记 与阅读的练习 来互相配合 只有读写结合 才能够收到 事半而功倍的效果